杨栋梁 郭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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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安 哇 幸运很大 不好意思 因为我刚才还在锻炼我的普通话呢 我的发音一定不会被成神长好的 谢谢大家今天到来 我们这个活动从北京开始一路走到陕西 然后又到苏州 今天来到广州 对我自己个人而言就好像回到家一样 所以特别高兴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周凯璇 我叫周凯璇 这一场理想上很高兴 能够跟这个国务院的DRC 这个部门组织 就是一起主办科技夹子这个活动 我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很简单的话题 我们的题目就是 这年头到底还有没有人愿意当超人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 这年头呢没有太多人愿意当英雄 也更没有人愿意当超人 也许追求明天会更好的这个压力太大 我们要解决定 我们要解决今天的问题 没有尽头尽头的路 就算我们大家有理想 有向往 有远景 有期待 但我们谁都没有漫画中的是英雄的超人能力 所以单凭我们自己 就算有解决问题的方法 可能能做的事情也不会太多 据说 据说李先生呢 是当了华人首富好几十年 为什么我用据说呢 因为他告诉我他不是 所以我都不太清楚他是不是华人首富 但是他的故事 他的战乱童年的困苦 创业艰难的奋斗 国际发展的成功经验 八十年代的时候成立基金会 在2006年把三分之一的财产给基金会 清他回第三个儿子 这些传媒的朋友都广泛报道过了 所以我今天也不想重复 但是在此时此刻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这个所谓华人首富 他有什么教累 有什么事情让他晚上是睡不着的呢 有三个问题 对于全球贫富悬殊的景况持续 而且中国可能更加恶化 这个是令他非常担忧的事 大家都知道 在全球化竞争和窒息经济时代的竞争之下 智商能力和努力程度 是一定会令收入差距拉远 成为一个新常态的 所以我们需要政府有灵活的调节机器 为再分配的手段 如果不是这样贫富悬殊 跟这个高福利都会是令社会同样停机和不安的现象 那第二件事情令他担忧的是什么呢 按照中国日报发表的数据 中国占全球人口大约20% 可耕正地只有9% 安全饮用水6% 但这还没有算各种污染影响的数据 所以对任何领导而言 这是一组越见困难的数字 考验大家每一天的能力 我们到底用什么手段 能够得到高的发展 平衡生态 还让大家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呢 最后我想李先生去加拿大有一次访问一个大学的时候 他看到一篇教授的文章 用了这句话 我知道 你知道 我知道你 没说真话 他因为这个世界如果难以伤心人 不愿意冒风险伤心人 人与人之间的争气 未能成为认责社会的风气 这个也是非常之不好的一种 真实性的力量 简卷反之 简卷反之 李先生会想着什么事呢 大家可能知道 从80年代开始 李先生在教育 科技 医疗 养老 宗教 慈祭 各种项目 几千上万的项目里头 他就投放了不少金钱 但是在他做这样的 不断地做慈善事业的同时 他心里头内心的无力感反而越来越大 所以他开始考虑一些什么事情呢 在2006年他把91美金放进他的基金会里头 然后他开始考虑其他的探究的方法 他理想有一些是在想 他说在新加坡716平方公里的一个土地 或者是香港1104km2的土地上面 到底怎么串津池土的地方 通过新的技术 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生产 与鸡蛋有关系的一些产品的价值 能超何感美呢 这超越荷兰 它在2012年出口 941子鸡蛋 会不会能够记住 比南美更多的181平方尺的皮革呢 或者是生产 用植物用的 通过干细胞的皮革生产 是可以超越南美洲的生产 或者通过新的植物的技术 我们生产的各种肉类 可以超越美洲的生产呢 不知道可不可能 但是你也不知道 是不是没有可能 到2006年 李生也开始考虑 他要改别 他征选这个慈善项目 个别征选的方法 他转而聚焦在剔造这个奉献的文化 和建立怎么样驱动社会合作的平台 所以在2006年起 我们不断推出新的项目 在香港 在广东 和在中国与民政部 推出与政府合作配套资金 民间机构策划方案 市民投票选项的计划 他想借助科技的创新的尴尬力 和政府政策的推动力 及社会的参与力 来令改革的效应更加明显 很高兴和大家报告 这些平台得到每一方面的积极参与 选出的项目也得到全部的完满的完成 特别在广东省的集思工医幸福广东计划中 第二期正在热烈的投票中 李嘉诚先生相信 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渴望 每天会是更好的一天 我想借用李先生会 今天这个会议这个致辞内的话 今天世界有不少重新定义 重新改作 重新想象 重拟层次在进行中 我和基金会每一位同事 均希望在这科技大机遇中 有你跟我同样贡献的足迹 今天是我们科技加指创新日的最后一站 李先生足托我 一定要 其实他不足托我 都是有这样想法的 这感谢主办计划的第二期每一位同事 感谢和我们一路同行 这个项目的发起人李建格先生 缘分也许是科技还没有能解释的事情 但是我很感激今天有机会和大家一起的缘分 谢谢大家 感谢周凯旋小姐的精彩演讲